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今天要分享的诗歌 歌名叫做《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这首圣诗 几乎被收录在 每一本的圣诗集当中 是所有的基督徒 非常喜欢唱的一首圣诗 关于这首圣诗 有两个传说 据说在英国的 Koshir的一个小乡村 有一个瞎眼的传道人 名叫华福特 他常常被邻近的教堂 邀请去讲道 华福特有一个小店 出手他手雕的象牙 以及木科的小玩意儿 华福特有时 也会写一两句的诗句 有一天 一位叫做 萨尔文的牧师 来到他的店里 请求华福特 写一两句的诗句 三年之后 萨尔文牧师 到了美国 就把这首诗 交给了 纽约观望者的 编辑刊登 这是其中的 第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传说 说到这首圣诗 写于1842年 作者是英国基督教 宫礼会的牧师 华福特 当年 华福特虽然已经诗名 但是仍然幕会和写作 并且在神学院 教授古典文学 后人根据他的著作 《祷告典范》 认为 华福特就是 《祷告良辰》 这首圣诗的 原始作者 因为这两个传说的内容 相当地相似 所以有人认为 这其中提到的 华福特牧师 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 再次我将事旅推寸 若清福福天赋作前 主帮心愿对主宁言 责于苦难了愁之际 绿的平安慰我心愿 我望绿脱总无言去 我未靠此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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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許咪 我寻起生年 倾听起言 常来起卷 将我逐旅 托逐福之 我为专丹 祷告良辰 在雨苦难 妙长知己 雨的平安 为我洗礼 我望与托 总不延迟 我为靠此 祷告良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